给妹妹一个未来 妹妹情深 她辞掉工作陪妹妹读书 为了帮助患病的妹妹完成小学教育 刚刚出来工作的玉珍 决定辞掉工作 陪伴妹妹读书 她希望妹妹完成基本教育后 能够学的一技之长 将来可以养活自己 妹妹九岁时 患上了一种少见的疾病 父亲又在同一年去世 母亲因为承受不了打击 精神出了问题 身为长女的玉珍 除了读书 还要照顾妹妹和母亲 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全家靠过去的储蓄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中学毕业后 玉珍开始工作 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就在这个时候 妹妹的病情加重了 她除了需要以轮椅带步外 手臂也变得没有力气 甚至连完成最简单的动作 比如打开课本 地上功课都有困难 眼看妹妹就要面对小六会考了 玉珍决定辞掉工作 全心照料妹妹的生活 帮助她完成基本教育 每天早晨 玉珍推着坐轮椅的妹妹上学 上课时 她坐在妹妹的身边 帮她换课本 交作业 休息时 她留在教室和妹妹聊天 谈心 不让妹妹因无法和同学到食堂吃东西 而感到寂寞 妹妹的肠胃一向不好 很多食物都不能吃 玉珍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煮粥 带到学校去给她吃 同学们 一开始还以为姐姐是我妈 有的甚至以为她是女佣呢 妹妹笑着说 对于那些学生的误解 今年只有18岁的玉珍一点也不在乎 当记者问她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 你还会不会这样照顾妹妹 玉珍坚定地回答 当然会 这是应该的 妹妹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最大的心愿是看到妹妹身体健康 将来能够独立生活 在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 玉珍从没有提到陪妹妹读书有多累 多苦 相反的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爱 平凡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感谢观优优独立生活 谢谢大家